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今天我们聊一个重磅的消息 就在昨天英国的秘密情报局 就是著名的军情六出的负责人 代号叫C 他在公开场合露面 说中国绝对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同谋 而且在后续的表达中 还指控中国向外界向缅甸输出独裁 输出暴政 可以说这是砖头做自媒体以来 在国际上看到的 也许是最有力的一个对于中国的指控 要知道情报界的大佬说话 跟那些政客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那可完全不一样 如果下一次还有超过这一次的指控的话 那可能就得是新冠溯源了 当然我们以后再说 而且不仅如此 这一次的军情六出的发言 也直接打脸了之前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所宣传的中国提出的什么 俄乌和平方案 那会儿中国是以一个救世主的姿态想来调停 结果现在被惨遭打脸 你还调停什么呀 您是幕后黑手啊 所以这事可以说是非常的重磅 咱们今天花点时间详细给大家来说一说 好 那么话题从开始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新闻原文是怎么说的 根据政治political周三的报道称 说英国的秘密情报局 也就是军情六出的负责人 叫这个理查德·摩尔 在布拉格接受这个报纸主办的一次 罕见的公开露面中 直接做出了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指控 他说中国绝对是 他不说中国可能 说中国绝对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同谋 这个指控的很有例子了 然后这个理查德·摩尔说 说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中国非常明确的支持俄罗斯 在外交上中国完全的支持俄罗斯 中国在联合国的关键投票中 全都投了弃选票 他们绝对的重复了所有俄罗斯的叙述话语 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 他们在指责北约 而且这个理查德·摩尔还说 说从上个世纪就是20世纪1970年 到这个大约10年前就是2010年左右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将国家的外交政策描绘为韬光养晖 你看人家情报部门说话跟政客真是不一样 非常的了解中国 这个韬光养晖这个词 我就从来没有在拜登嘴里听见过 但是他说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 北京放弃了这种谨慎 在国外变得越来的咄咄逼人 同时在国内增加了这个镇压的力度 这亲自指控亲自部署嘛 就说这个理查德·摩尔这次刀刀剑剑 句句词词是完全冲着咱们圣上来的 我感觉这个指责的意味非常明显 我都不能用指责 他很可能实际上是一种指控 他这个话我相信将会在国际上 引起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因为人家说话是一个吐沫一个钉 跟有些人说话跟放屁一样 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然后他继续说 说我们指的是这个真情六处 我们现在向中国投入的资源 比其他地方任何地方都要多 那么潜台词是什么呢 就甚至比俄罗斯投入的 这个情报资源还要多 等于英国的情报部门 巨大的主要精力 现在全在中国 跟中国的情报界可能在对着干 跟中国的什么国安 跟他们这些人干 在咱们看不见的领域 所以这个说 他说中国的情报机构资源和规模极其巨大 并且大量部署在海外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推测 虽然这个理查德莫尔可能没有明说 那么可能这个英国正在全英国范围内 进行一场审查 他们将在审查说 哪些官员被中国所渗透 被中国所腐蚀 被中国所收买 甚至跟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那种燕子 结婚了 等等等等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想不到有什么事情 能够让这个理查德摩尔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有分量的 对不对 花费大量精力 主要的精力 而且还说中国的这个情报资源极其庞大 还在主要在海外 那也就是说对于国内的镇压其实是非常的 相对来说在资源的配置上是属于弱势的 那么我想只有这一种可能 他们可能在肃反 我们今天画像搁在这 看看过几个月 英国方面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报道和一些信息出来 最后理查德莫尔警告说 中国为其他国家设置了数据陷阱 削弱了他们的主权 并增加了他们的脆弱性 这个数据陷阱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 但是我直觉中脑子里想到了抖音 想到了TikTok 然后他说 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 北京要求各国分享疫苗的接种数据 作为接受中国疫苗的条件 在这里 莫尔表示 任何交易中的这种情况都应该敲响警钟 中国在不受限制的获取国内海量数据 以及非法获取国外数据的做法 使其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他说中国的当局并没有受到个人隐私或个人数据安全问题的严重困扰 他们的重点是控制信息并防止令人难以忽视的真相被揭露 那就是维稳嘛 就是捂盖子嘛 这个对于咱们的观众来说 应该就是常态话 咱们都清楚了 可能他们外国人很震惊 哦 怎么能捂盖子 咱们都很清楚 那不捂盖子 他们干嘛呢 天天干的 这是本职工作嘛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最后的最后 这个李泰特摩尔说 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盟友在一起 打算赢得这场掌握人工智能的道德和安全使用的竞赛 他说除了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外 中国还在世界各地支持像伊朗和缅甸等几个令人厌恶和腐败的独裁政权 他说在缅甸看到这个美好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令人震惊 情况非常非常非常悲惨 我担心中国确实有责任 因为他们是缅甸政权最重要的支持者 如果没有得到这种支持 很难看到缅甸当局能够以目前的方式运作 好 那么新闻暂时咱们就读到这里 说实在这里边每一句话 在过去的疫情三年中可能网上有过流传 网上有一些人发推文说什么 中国是最后的什么幕后黑手等等 有过 但是人微言轻 网上都是一些什么自媒体或者推特的一些网友的传言 甚至连一些著名的专家这样有点分量的言论都没有相关类似的内容 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是 在全世界应该是和咱们前一段时间提问的美国那个伯恩斯 中情局的局长 对台的同一级别的大佬发言 才向我们全世界证实了说 中国至少在他们的言论当中 中国人肯定是不相信的 中国人肯定说没有 我们国家这么和平 我们从来不向国外输出这些东西 但是在西方看来 这个军情六处的负责人 他的话很明显比中国的宣传要可信的多 所以我说这次的这个消息非常的震撼 那么它会造成怎么样影响咱们一个来说 首先第一点就刚才说的 中国的这个什么什么俄乌和平计划 什么乌克兰和平计划这个提议 这个倡议已经从一个外交的形象工程 变成了一块打脸布 只要所有人提起这个东西 然后再联想到这个军情六处的 这个局长的发言 那么不好意思 没有人会相信中国是真的要为了 作为一个中立方向他自己宣称的那样 没有 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说 是中国在外交上一个重大失败 而且我严重怀疑 怎么在秦刚出事的这个口上 英国突然如此质地有声的 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以前怎么没有 对吗 那么这件事情是否跟中国国内的政局 高层变动也有关系 跟所谓的咱们谣言传的满天飞的 什么间谍案也有关系 咱们不知道 只能让时间让子弹飞 让我们时间来验证 但是这是一个猜想 有这个可能性 这是一个关于这个外交事故这上面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代表着以后 中国跟欧盟之间的 这种战略上的投机取巧 可能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 咱们之前说过 老温众记得 中国现在试图利用欧盟 像这个马克龙这样的 他们这样的人的一些小心思 以此来通过加深和欧盟的联系 来弥补自己在跟美国对抗的时候遭受的损失 以此增加自己的续航力 咱们都可以看到对吧 马克龙总想着重振法国的升危 总想着自己在国际上装逼 显示自己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有名的那个调剂者 那会天天跑俄罗斯跟普京谈 又跑中国见习近平 对吧 所以他是的那种小心思 所有人都一看便知 甚至他见完习近平之后 回欧洲说的第一件事 就说什么欧洲不应该参与台海问题 不应该支持台湾 那这马上这习近平的小弟的这个形象 就越然指上 所以利用这些情绪 中国曾经或者说现在也依然在试图 跟欧盟搞好关系 获得技术获得订单 但是你看到最近确实风向有点变化 之前德国对于这个中国 包括整个欧盟对于中国态度都是暗昧的 咱们之前提到过说 整个欧盟的民意调查 绝大部分就是百分之六七十的欧洲人 对于中国人印象是正面的是好的 而同样到美国反过来 绝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的这个 印象都是负面的都是差的 这就很说明问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中国跟欧盟尤其是民间的经济贸易 就很容易取得突破 很容易取得发展 中国也很容易继续在美国之后 从欧盟得到相关的技术和很多的优惠 但是现在看来 英国这次站出来了 它是在布拉格发布的以上言论 所有欧洲所有人 这些的民主国家 至少制度上是民主国家的人 他们都看得到也听到这番话 他们回去以后都会采取 我相信采取一定的行动 或者是自我审查 或者是准备调转矛头都有可能 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影响力非常深远 然后第三个 我认为也是最重要一个影响和作用 那就是它成功的给中国 给北京的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 打上了一个幕后黑手 打上了一个什么幕后大魔头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形象标签 大家不要小看这种虚的东西 有的时候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 在国际政治上 这个虚实的变换 往往是一刹那之间 在西方的政治环境体制当中 民意是有的时候 是一种非常不可忽视的状态 你看看法国现在这个样子 对吧 虽然当然法国的问题很复杂 关于移民等等这些问题 咱们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但是你可以看到 只要有一定程度 还不是全部的民意 只要有一定程度的民意 法国现在乱成什么样子 至少一部分地区乱成什么样子 对吗 所以欧洲如果大部分人 或者世界上大部分人 那些饱受 像什么伊朗啊缅甸啊 他就提到这些国家的人民民众们 在网上发出呼声 向中国追责啊 这个东西在形象上 是你北京无论去进行多少次友好访问 无论去多少次撒钱都没有用的 尤其是这次的俄乌冲突 我觉得中国可能真的是自己挖了个坑 自己跳进去 你想一想啊 不管北京是如何当初跟普京在私底下密谋协商的 就是目前战争打成这个样子 乌克兰付出了无数的伤亡和牺牲 也博得了整个欧洲的同情 在这种情况下 谁站在乌克兰对面 那谁就是站在整个民主 现代文明社会的对面 那现在英国的这个情报头子 揭露了中国是同谋 那就意味着把中国放在了这个对面 那你想刚才说了 这个不是最后的 真正要命的是新冠溯源 你们大家记住了 整个世界这三年 无数的人家破人亡 整个世界离去的多少人 这个锅这个问题 你觉得说黑不提白不提 就过去了 不可能的 如果中国还继续掏空养晦的话 也许还能抹过去 现在中国明显是在与世界为敌 还记得前二十年那个新闻吗 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图改变这个世界的国家 改变这个秩序体系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咱们抛去什么事实 或者正义与否都不谈 就从这点来看 作为敌对方 英美澳等等这些国家 会放弃这么一个好用的牌吗 他当然不会 所以今天英国的情报头子 给中国打上这个标签 就方便了未来更多的人相信 中国能干出新冠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些事情 这是一个铺垫 这是一个潜在的铺垫 很可怕 对于中国来说很可怕 真的 咱们客观的说 我知道很多人 咱们先泡黑咱们的政治立场不谈 喜欢中国讨厌中共 咱们都不谈 咱们站在一个绝对中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这就像一个幼儿园里边 小朋友 这有个蛋糕 谁偷吃了 没有人承认 但是如果有人说 说玩下吧玩下吧 谁偷拿了我的铅笔 是他偷拿了 指着中国 那别的朋友就会 小朋友就会联想 你今天能偷拿张三的铅笔 那你明天 你之前那个蛋糕 是不是也你偷吃的 就是这种很朴素的 这种政治逻辑 所以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一次是我们少见的 一个公开的 直接的对北京政府的指控 这在国界上是少见的 也将会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们一方面 给大家先播报这个消息 我们再看看北京是怎么回应的 我们再看看怎么反驳的 在各国有没有去引起这个声讨 然后在后续看看情报界 是否又会爆出更多的 更新的大瓜来 到那个时候 再给大家做够后续的 这个新闻的 更多的一个新闻的 一个分享和讲解 那接着咱们就聊到这里 对于本期内容有什么关系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如果喜欢这种视频的话 欢迎您点赞订阅 支持砖头 做出更好更优秀的节目来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